哈喽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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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今天晚起了 希望我的视频还来得及 给发送给大家去做参考 星期五了好快 今天8月27号 我是正版的Terry Harmonic Trading 不要被骗了 好了 昨天晚上有来到那个直播的 我就有说到就是那个比特币在这个价格 可能会有一点小反弹 然后今天早上其他真的反弹上去了 但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小反弹 就是他可能去到4万9之后 完成这个蝙蝠可能要下跌了 所以有做多的朋友恭喜你们 4万9的时候记得部分止盈或全场止盈 ok 那个是比特币 我觉得他4万9这里上坡失败又会跌下来 然后可能下一个目标是4万4千6到4万4千9左右 完成这个大鲨鱼 ok 讲讲以太坊 以太坊在哪里 以太坊一模一样 就是来这边有一点小反弹 然后反弹之后可能去一些趋势线的一个阻力 我也不懂是哪一个 可能这个吧 可能反弹一波 这里应该也是走一个蝙蝠 sab 0.5去一个可能这个完成一个113蝙蝠的 机率也挺大的 113蝙蝠在这里 趋势线上 然后这里的话你的多单可以止盈出场 ok 我的目标还是在3千以下 可能以这个大鲨鱼去抓那个一太坊的那个大牛市 但现在还是一个区间可能就是一个小多小空吗 ok 这个是以太坊 几个不错的 早上我做了一小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代表你们要跟单 这个KSM我在直播也是说到了 蝙蝠完成 886的价格到了趋势线 看来好像有点反弹 这里有带量的 所以我就做多了 我的止损就设在X点以下 就设在258左右 所以我是差不多27 现在这个价格附近买入的 然后他等一下如果掉 跌回258我就会止损 从这边反弹的话 我会看可能目标一目标二 我就先部分止盈了 目标一的话是 目标一的话300 299 然后目标二是319 这两个level会部分止盈 然后可能有点尾仓 如果他真的走大牛市 我还有一点尾仓可以拿着 典型的蝙蝠在一个牛市 然后在一个趋势现象 挺不错的 值得考虑 ok 还有什么要说的 EOS昨天也是完成了一个鲨鱼 这是1.0的鲨鱼 1902 1.0的一个鲨鱼 可以就在这里 然后二次弹弹 可能要从这边反弹一波 这一波我也是觉得是小反弹 然后可能走一个50后 会继续的下跌多一波 所以目标就锁定在这个50就好了 不要太贪心 ok 目标就设这个50 谈一谈去到50的这个价格 可能5.16这里 可能他又要跌多一波 所以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sabcd 这个是鲨鱼 鲨鱼打到目标 我1刚好是50的形态 所以5.16这里 ok 我的Litecoin 也是来到我的反转区 也是一个鲨鱼 一样的这个Litecoin 我也是认为他可能这一次 只是走一个 50到目标1 可能又要跌多一波先 ok 所以那个目标价 你们可以考虑这里 如果你有多Litecoin的话 其实178.5左右 来到这里可能上破失败 看一下反射ABCD的价格 反射ABCD刚好在50这里 所以他应该是会来到这里 差不多178.8左右这里 然后可能再跌多一波 去完成比较大的那个鲨鱼 就在这个 猜测而已 反正你们就参考参考 不要不要盲目的跟单 不要负这么多的责任 ok 这一波小鲨鱼反弹50 可能跌下来去完成大鲨鱼 可能在150以下 ok就是Litecoin 其他的不懂要说什么 XRP我在等待ABCD完成 还没有完成 等下不懂会不会这跌多一波 在1块钱左右 ABCD完成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 接多的一个机会 ok 爱丽丝昨天直播也是有说到的 他涨的时候不要追 他跌回到那个趋势线支撑 可能可以接多在18块左右 就在反正给他走一点横盘吧 碰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之后才会反弹 应该是一般都是这样 ok不要做空 然后接多我觉得是安全的 当然如果他直接等下一根 candle直接突破这个趋势线支撑的话 那就危险了 那这个展翅就隔着一边 可能他会去下一个趋势线在这里 这两个可能性 这个收很多人也是问 收昨天我说在低的价格去接多 可是他都没有下来 我说50多块可以接多 他没有下来他直接上破了 上破其实已经走了一个突破了 走突破你们可以考虑是他突破之后 然后丢回一些趋势线支撑可以考虑去接多 所以晚一点 如果他跌回到这个线上 可能你可以考虑去接多 这个收挺强的 讲一讲这个Matic Matic 再看好他 先看886吧 这个level 1.34 1.34碰到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可能这里反弹可以走一个蝙蝠 但这个B点是382 他也是有可能去到113 完成了一个变异蝙蝠 这些形态全部在卡丽的书上都有写 你们可以去看 我看一下评论区有什么 昨天讲了一个小时都有点累 ok 我要今天要讲Zen 我知道有一个Zen一直忘记讲 狗狗币Zen还有什么 狗狗币Zen B&B AV 昨天我说了 狗狗币Zen B&B CHR 好就这几个 CHR 昨天我说过的丢回支撑可以考虑 这一波可能走一个鲨鱼吧 1618 我不知道他有两个可能性 因为他这个引线很长 我也不懂这个币到底是流动性很差的币 有一个可能性是你转这个113的鲨鱼在0.3368 第二个可能性是直接在目前这个价格 已经到了趋势线的支撑了 你看趋势线支撑 可能碰到也是要反弹的 两个可能性吧 这个引线很长 我不知道是不是币安的数据的问题 但要码现在考虑这个价格附近做多 要码你等那个3368 那个大鲨鱼113的鲨鱼完成 再去做多也是可以 OK B&B OK B&B 两个可能性吧 意义就是他在这个趋势线上直接反弹 我忘了怎么画了 反正就差不多这样 可以可能在这里直接反弹了 第二个可能性是他可能走一个鲨鱼 然后鲨鱼的话 可能会走比较低一点 这里可能会反射一个1618 滑下来这里 然后 我觉得很应该没有什么可能会这么走 但只是 然后如果真的有到达可以考虑 就这么就这样 400块会完成一个大鲨鱼 不知道会不会完成 反正现在在支撑性开始反弹了 如果继续往上涨的话 突破昨天的高的话 那牛市继续这个鲨鱼也是废的 OK 这是B&B 有一个叫Zen POWERY ZEN 做什么的 OK 这个ZEN 也是 牛市 OK 要接多的话 你可能等待他丢回 那个去先支撑吧 我们再考虑去接多 可能比较安全 可能会再跌多一波呢 OK 这个线上接可能不错 OK 4亿了 还有什么 SOW 我分析了 Near 一个Near ICP 昨天我说过了 Near跟ICP跟狗狗吧 就是这三个了 这个什么鬼来的 好多币 现在都好难跟随 也是大牛市的币 是不是游戏币 反正就是 这个是安全的趋势线 在这个线上买 可能安全很多 现在追涨是有风险的 他等下跌下来 你可能会招架不了 可能会受不了 可能会报偿 所以他可能会 三块半左右的话 这个level可以考虑去接多 还有什么 狗狗币 让他说狗狗币 一天内我不能分析 全部都比了 所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狗狗币等待这个支撑到达 考虑接多吧 还没有到达 就差那么一点点 给他再跌多一点点 OK 还有什么 最后一个了 ICP 怎样讲ICP 应该没有了 ICP ICP 这支我觉得调整还没有完毕 他可能会走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去到完成一个蝙蝠 我记得了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在这个42块左右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蝙蝠 先看这里 886 这里 42块左右 42如果打破的话 可能去113 完成这个 113的便利蝙蝠 两个可能性 我觉得他还没有要反转的现象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了 OK 最后一个 YouTube上有人叫我讲死币 我记得了 我已经忘记了很多天了 死币真的是死来的 其他的币都跑了 这支币 这个他都没有什么跑 但他可能就是走一个蝙蝠吧 SAB382 真的接多的话 等那个61左右吧 OK X A B C D 这里 如果这个蝙蝠完成 可能可以在这个61左右 这里去接多这个死币 好了 就说到这了 我希望你们赚钱 那我也不多说了 拜拜